大土事件新庄再現 請朱市長不要讓大土事件新莊再現 政府這個方案 地主不同意 業主不滿意 只有財產教訓 沒有辦法重建家園 只能領很小的補償金 呼籲就是說 今天審查這個重劃計劃的內政部 要立刻退回這個重劃計劃 要求新北市政府必須修改 去納入居民的意見 假協調 真硬幹 內政部退回計劃 內政部退回計劃 假協調 真硬幹 假協調 真硬幹 很多人可能是昨天晚上呢 都沒有睡好 擔心說 一旦今天的計劃 一旦通過的話 我們的居民 我們的廠商 就會馬上的陷入了被迫欠的問題當中 那這個案子呢 是以新東的輔代為中心 然後呢 以公辦施地重劃的方式進行 面積高達400多公頃 這個施地重劃裡面 目前有非常多的居民以及工廠 而這些居民跟工廠呢 許多人都只要面臨破千的危險 那這次呢 我們看到的是說 我們抗爭了四次以後 新北市政府不斷地說會協調 會對話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今天還是一樣把他們的案子 送到內政部來審查 溫仔做的這個案子呢 其實在去年的六月開始 居民就已經上街了四次 對朱立倫市長如影隨形的抗爭的四次了 那從一開始的新北市議會到最近的一次的總統辯論會當中呢 我們不斷地跟朱立倫市長表達我們的訴求 跟表達我們的意見 然後呢 曾經在朱立倫市長 在去年的六月八號 在新北市議會當中面對質詢的時候表示說 現在政府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政府可能會強拆 可是現在政府是用協調的 然後並且必要的時候可以改變這個計劃 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案子 跟過去我們抗爭的時候 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 那我們就發現到說 原來新北市政府的協調是假的協調 新北市政府真的要做是硬幹 然後呢 讓居民的房子被拆掉 讓廠商被立即搬走 讓勞工立即失業 我們從103年5月收到重劃通知 到現在已經一年十個月 我們陳情了20次 抗議了4次 協調了10次 這10次政府依然 都沒有給我們正確的回應 永遠都是還在原意 我們請朱市長 除了聽淡水阿嬤的話 也聽聽我們溫仔郡阿嬤的哭訴 我們是合法的住戶 只有地坪15坪的透天 重劃之後政府徵收了8坪 留下配回7坪的土地 從今天開始公告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一個合法住宅 完全就會被政府消滅掉 就是一些的補償金給你 然後地根本沒有到合法的開放面積 搞不好也就被財團主生收掉 這第一個 所以就像我們普道二號結局 誕生大姐昏倒的原因在這裡 他的房子剛買沒多久 然後所知道的東西 他的權狀現在是變成道路用地 他完全沒辦法接受 所以他花了幾千萬買了一個房子 到時候政府賠給他頂多兩三百萬三四百萬 所以說整個一生的心血 在家被你的房子拆了 還負債銀行盜欠一兩千萬 所以他本身今天要來的時候 他本來想自財 結果我們都把他盜子收起來 那我家住家跟曾大姐剛好斜對面 曾大姐的家是有道路預定地 他是15米的道路預定地 但是我們四號捷運在 是完全不是任何預定地 不是道路 所以拆了要變什麼 變了商業區 我們家是住宅區 但是我問過陳家居邱局長 邱俊兵邱局長 他講說 沒有錯 詹先生 你們那邊都沒有到 但是為了四龍的美化做法之下 就把你花進來了 就唯一的理由在這裡 你這來講誰能接受 依照新北市政府的規劃 這個地方會化為大片的住宅大樓 然後問題是 目前的新北市 空屋率 住宅空屋率這麼高 而且 等於是全台灣第一名 而且目前的新莊還有新莊 副都心 以及頭銜重劃區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呢 不但很多地方呢 住宅都沒有蓋滿 甚至還有很多荒地 那已經蓋好的住宅裡面 很多都空屋率都很高 那我們懷疑說 現在新莊的空屋率 新北市的空屋率這麼高 我們去還要 新北市政府還要再複製一次這樣的計劃 那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說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要做這個沒有必要性的計劃 因為我們房子根本住不滿 然後房價要這麼高 還要做這樣炒房的一個市場的話 我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對破千居民破千產業完全沒有必要性 完全沒有公益性 開發我們是我們是贊同 但是呢 我們不希望用開發炒作土地 我們要開發 我們小企業 我們也希望 那個政府給我們一個工業區 讓我們 我們有事讓外國客戶來 我們也希望有個門面 我們也希望 可是政府這個產業政策 這個到 沒有一點產業政策 只靠我們自己自身自命 我就說我的小公司 我在文化準經營企業已經30年了 我經過 因為一個企業的生命週期都不長 差不多15年左右 所以我經過兩次的轉型 後來我到歐洲去考察 我進了最新型的基台 因為我沒有辦法 因為小企業政府也不幫忙 只要錢什麼都靠自己 競速 進來你又要 你又要 打通路又要打出去 研發各方面的know how 都要自己建 政府從來不幫忙 我一年大概可以替政府 賺進來500萬美金 可是他今天 他今天一進來 你職業公文就叫說 你拆啦 拆啦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說 你拆沒有沒關係 你先安置啊 因為我還有賺500萬美金給你政府啊 我外匯的 我都賺美金的啊 對不對 而且呢 我自己員工一二十人 我的產業鏈也好幾百人 腳我收掉 員工都失業 我的產業鏈也跟著失業了 如果這次成功的先安置後拆遷啊 整體開發完善 也可讓企業主義可以順著這一次提升工業升級 我們跟新北市政府協調的過程是說 新北市政府的準備一些 一些地點說他們可以煤河 這些工廠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免於拆除的問題 那問題是說 這些地方呢 不是太遠 不是太小 可能在桃園 可能在新店 那都已經完全的喪失了說 原本在地的脈絡 那因為很多員工都是叫在地就業 並且很多廠商都有上下游產業鏈的關係 如果搬到這麼遠的地方去的話 等於是說讓員工等於是失業 讓產業鏈就這樣斷掉 比較可能性比較高是五谷垃圾 這個區域 可是問題是說 依照新北市政府的規劃 五谷垃圾山最快也要2022年才能夠完成開發 等於是說這些產業要2022年以後才能夠搬進去 問題是說 新北市政府現在就那麼急著 想要去做這開發計畫 等於是想要讓這邊的產業馬上被趕走 那問題是 現在離2022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這些產業怎麼辦 這邊產業的訴求是 究竟福島安置 設立社會工廠 並且免於二次搬遷 那我們希望是說 新北市政府應該要讓這些產業無縫接軌 並且安置的情況是說 是能夠以指租不售的社會工廠 也就是類似社會住宅的概念 因為我們不希望是工業缺土地 一樣被輪為炒作 今年3月11號 泰山那邊的 泰山的理石橋故居被指定為設定古蹟 但是呢 在今天宋審的重劃計畫當中 也並沒有把理石橋故居這個部分 排除於重劃計畫之外 並沒有去做重劃的查顧 重劃的範圍 重劃的土地負擔等等的問題 去把這些社區以及古蹟 排除在這個重劃範圍之外 那我們明顯看到的是 新北市政府表面上說協調 但實際上根本是在硬幹 根本是想要依照他們原本的意思 去拆掉原本的民宅 拆掉古蹟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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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